洗头颜度锁针用针测针点评 今天咱们继续讲一种类型的头皮护理产品 以这个为例 这是自身堂护理道的头皮洁净者力 它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cool 就是两感性 还有一种是温热性 用法也是在洗洗发水之前 先弄到头上 按摩一下 然后过一会儿以后用水冲掉 我先说一下它的使用感受 如果你没有尝试过这个冰孔挑战 那你可以试一下 绝对的刺激 但是其实也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系列的产品 你看它写的是专业美发 专业美发产品 其实很多专业线的产品 它比较推崇这种 用到头皮上 就要特别的凉 或者特别的热 这样就感觉好像这个产品 它很有效一样 其实这个东西 这种感受上没有卵用 我们还是来分析它的实质 那么首先看成分表里面 第一排有薄荷唇乙唇 所以为什么非常的凉 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个 我们看它前面成分 巨二层八肝油 第二层都是保湿剂 其实按说这么大剂量的保湿剂 用在皮肤上 给皮肤会带来一点这种热感 反正会有点热感 但是实际感受是凉透了 所以可见就是这个薄荷唇 乙唇 这个加量应该还是不小的 那我们讲这种产品呢 你看它的这个产品的定位 是头皮护理洁净 包括上面也特别写 给头皮带来清爽的同时 将积蓄在毛孔中的皮脂 以及老旧这个废物 带出头皮 那么这是个什么原理呢 其实用过卸妆产品的人 可能知道在卸妆类产品中 有一种叫卸妆褶力 但是呢 这种产品 它的卸妆力是几乎是最差的 卸妆褶力的主成分 就是像这个产品一样 就是用这种保湿剂 这种多元唇类的保湿剂 所以的话 其实这个产品本身 它你真的用它去放在头皮上 用它来去清洁毛孔的这些皮质也好 脏污也好的话 这个作用其实是 可以讲是微乎其微吧 但是它作为这种大量的保湿剂 用在头皮上 其实给头皮更多带来的是 一种保湿的作用 那么你如果是在洗洗发水之前 用这个产品的话 它一定程度上能降低 后面洗发水这个裱活 它带来的一些 很强的脱质力或者刺激性 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意义 在保湿这里 而清洁的话 怎么说 这个多元唇 它对于这种油脂 这种脏污的这种溶解 清洁能力 还远远比不上表面活性剂 所以的话 也就是说它还远远比不上洗发水 那你如果以为 在用洗发水之前 用这个东西 可以让你头皮清洁的更干净 这个就肯定是让你失望的 你还不如多洗一遍洗发水 而多元唇保湿剂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它都是水溶性的 所以非常容易被水带走 也意味着如果说你用这个东西 在头皮上要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是比较好的 否则等于用了白用 但是这个产品又实在是凉的可怕 所以这个量感能再降低一点就好了 所以清洁方面 你靠它是不行的 它可以起到一点保湿的作用 这就是这款产品 下一期呢 给大家来讲另外一款 头皮护理的产品 就是卡湿的这个静测凝露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处理的发展 一起干脆 成词